中央發展局去年的總體建築生產力 超越了14.5%的目標 建屋局今天公佈的常年報告顯示 去年建築生產力為14.8% 這是因為當局採取了預製科技等措施 預製科技是指將部分房屋結構 在工廠預先製作 再運往工地組裝 建屋局表示正朝2020年 達到25%生產力的目標邁進